那我請教高超 顏家零零種種的土地爭議 真的讓外界大開眼界 昨天提及的是終結的新戰 周圍顏家至少有50筆的土地投資 今天追蹤到的是顏家投資的黃昏市場 事實上也是違建 對 那個我們知道 那個殺戮裡面的三角黃昏市場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市場 那這個大家提到說 你的違建怎麼從黃昏市場也開始了 原來黃昏市場是他 顏寬恒在民國99年買下的這一塊地 那當然這塊地裡面 後來大家按照他使用執照的這個面積 顯然是442平方米 後來這個當然最近很多的這個敵對營 包括這個民進黨就開始在起底他 為什麼這個黃昏市場 從442平方米 現在變成1197平方米 那一下就長胖 長胖三倍到四倍 好 就問我的顏寬恒 顏寬恒說沒有啦 這是我空地就出租了 空地出租 他講空地就被起底了 事實上不是空地 土地是他的 但是起造人也是他 什麼叫起造人 我們要蓋房子 一定要有個起造人 所以他很早以前就已經蓋好了 所以等於是後來繼續再增加 增盤好 那現在從已經增了 增了那麼多 後來大家起底了 看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這塊地到底增值多少 這塊地大家就起底了 當初是大概690平 大概公告限制 到現在維持從每平方米 大概798到1.3萬 差不多這家這個土地 大概增值了 目前大概總共這樣子 兩千九百萬 但是他租給攤販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攤販 一個月有八千五百塊的月租 總共有二十幾個攤販 大家一看一個月 他可以收兩百七十六萬 一年七年收多少 一千九百萬 換句話把這個土地的價值 大概是兩千九百萬 再加上一千九百萬 一關黃昏市場 超過四千萬 你看厲害 那所以他很會等於說理財 但是提到嚴寬人 大家說那都發局是要不要去拆 因為這是准違界吧 而且起召人是他 我覺得嚴寬人這是答得不漂亮 一些依法 依法這個這個拆除嘛 什麼叫依法 你知道現在豪宅帝國裡面 有哪一個是真正依法 完全拆除沒有 好那我們現在在另外一個案子 你由拆除的執行權 都在地方政府 因為現在都發局 所以都算是台中市的嘛 因為都發局 我覺得已經被媒體 跟所謂的我們的節目裡面 喊到麻痺了 為什麼 因為人家國產局 國產署已經這個 前門打火到你這個 但是不得其門而入 你還告訴人家說 我們現在這個 未來這是什麼依法什麼東西 我覺得都發局 現在是到底是鬧空城 還是說不敢出來面對 還是說在選戰時間 他必而為之 還是說以拖待變 等嚴寬人當選之後 那就沒有事嘛 所有的危險都是不可能 就不可能去拆嘛 那第二個重點 我去調一下那個 剛剛提到終結的問題 這個是台中捷運站 綜合規劃裡面的一個公聽會 在一百零九年七月四五號 開了一個公聽會 那這個公聽會裡面 哇其實很精彩 我看到那個 閻立 閻立 閻立明 副議長有講了好多關於要增設 正因站 這部分 哇提出很多東西 但是這個評估報告裡面 本來就打臉 這個閻立明嘛 因為他打臉一個重點 你今天正因站裡面 正因站裡面 你距離宏光 你距離科技大學 兩站之間只有八百到九百米 不符合一般捷運站 大概要一千米到兩千米的距離嘛 你太近了 我請問各位 太近幹嘛要設兩個站 所以因為要遠 所以要才有距離的問題嘛 好 那現在大家起理說 這個站裡面 有學問 因為我的好朋友 黃毅川以前是民運黨的前任 台中交流局局長 他今天出來爆料 他說正因站出來 這出口 是嚴加的土地 有兩塊是嚴加土地 一號二二五二二九 他說這兩塊土地 總共加起來多少 四百四十一坪 各位不要看 他現在是做停車場 NO 他未來在這個出口 正因站出口的時候 就符合捷運站的什麼 產業專區裡面說徵收 然後這個土地加在做什麼 就在正因站上面 蓋個聯合開發 什麼意思 就我土地是嚴加的 但是上面蓋的是台中捷運局 然後未來怎麼樣 上面的不管是住宅 或是辦公室 可以所謂的分售 地方可以做分售 他也可以做分售 換句話說 至少嚴加 至少拿回一半的所謂的建物 好 那大家就知道說 如果這四百多坪裡面 都是他家的 那我請問未來 還有五十筆 四十八筆 都在捷運站附近 你就發覺說 他不是違建帝國 他簡直是土地帝國 這就是我覺得現在在選前 最大的一個弊病 好我們稍後回來